男子走進的娃娃機店 目標不是旁邊的機台 而是正前方的對比機 他一靠近 轉眼將近30秒 對比機失控突幣 嘩啦啦的聲響不絕於耳 注意看男子還刻意拿著手機來靠近 這是他自製的改造干擾器 嫌犯拿著他對準的投幣孔 讓電子設備短路狂突幣 半夜3點多 警方要抓對比機大盜 街道上跑的是氣喘吁吁 邊追人還要撿嫌犯 丟在路邊的毒品包 差點累翻 這裡有東西 我們先推我 原來這名47歲的嫌犯 看到圓景查器拔腿落跑 從住處跑了將近百公尺 投降就範 警方查處 他在台南市區麻豆和六甲地區 多次利用干擾器偷對比機 犯案所得超過28萬元 而用手機改造的干擾器 外觀最大的不同 就是多了兩根電線 靠手機的一個程式 讓他的月幣的板 就是那個電路去做Lag 讓他真的到是有在月幣 所以他會是最要求的 利用APP加上電線 嫌犯把手機改造成犯罪賺錢工具 過去一年來 從娃娃機店 自助洗衣店 犯案最少27 使用腳踏車 或是租用U-Bike來作案 近一年來 以相同的手法 在本轄 還有他轄刑切 那共計有20件 那得手金額 共計新台幣28萬億元 警方調查 嫌犯平時打零工 扣著改造的干擾 氣沉疾犯案 每一次都把對比機的 現金挖光光 讓業者損失不少 被逮的當下 身上的現金幾乎花光 更發現了毒品 全案一切到毒品防治 移送偵辦 三十星網上 最後一張開門報導